随着热巴,王俊凯等人现身海外时装周 有关内于明星表现,待遇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了 还没等大家细细分析热巴这次海外时装周之旅是否成功 就有网友从品牌给明星们的邀请函上去到瓜了 品牌邀请明星去海外时装周 惯例会发送手写邀请函 而热巴的邀请函上的称呼让人有些意外 竟然是Madam,这是法语中夫人和太太的意思 翻译软件直接将Madam定义为 尤其用于已婚女士与热巴的夫人称呼 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韩星金志秀邀请函上的称呼 金志秀并非单身,已经对外官宣了恋情 只是还没有结婚打算 品牌给金志秀的邀请函上就明确写着Madamous L 翻译软件的示意说得很清楚 Madamous L是法语中对年轻未婚女子的尊称 时间在往前数 内宇女星刘雨昕也接到过同一品牌的时装周邀请函 品牌对她的称呼也是Madamous L 同样是亚洲女星 三个人都收到了邀请函 就只有对外单身热巴成了已婚女士 看到邀请函上的夫人称呼 网友不由提出质疑 想说品牌这是替热巴官宣了吗 毕竟黄景瑜之前也和品牌有过合作 难道品牌因此知道了些什么 当然 有关热巴称呼的问题只是网友猜测 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认为外国人口头英语很随意 一点也不严谨 对于热巴和其他女星称呼上的不同 可能只是年龄上的区别而已 热巴30多岁就是夫人 金智秀和刘雨昕20多岁就是小姐 建议不要脑补太多 但很快 网友又想起了一则 有关热巴和黄景瑜的爆料 热巴和黄景瑜恋情绯闻正热的时候 就有知情人爆料 两个人一起去了欧洲 时隔两个多月 热巴的行程 被在巴黎工作的模特确认了 也有人曝光了黄景瑜音乐软件账号的IP定位 恰好也是在法国 热巴邀请韩上的夫人称呼 以及知情人爆料 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信息 就这么在2023年9月联系上了 要知道邀请热巴去海外时装周的品牌 正是迪奥 这个品牌称呼热巴为夫人 而迪奥是法国品牌 知情人爆料热巴和黄景瑜正式去的法国 热巴当时在法国的行程 就有拍摄迪奥物料 这事都对上了吗 巧合的是 最近又有圈内人出来爆料 点名道姓声称黄景瑜二婚了 还回应网友表示 黄景瑜和热巴是真的在一起了 2023年6月 黄景瑜工作室 终于发文承认了黄景瑜前期网语新身份 提到了二人已经和平分开 在有过一段婚姻的前提下 如果黄景瑜再婚 那不正好就是二婚了 实际上尽管热巴粉丝坚决不认 但外界似乎都默认热巴和黄景瑜是一对了 对于二人的恋情也都是祝福的态度 热巴本人早早就对外表现出 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渴望 和黄景瑜的恋情传闻反反复复 哪怕粉丝跑到工作室评论区怒骂 她本人都没有出面 明确表示自己单身过 围观到了这 还是要强调一下 热巴和黄景瑜之间的关系 最终看的是 当事人确认 大家适度吃瓜 至于粉丝们 也不必要到处替热巴澄清 热巴是一位31岁的成年女性 拥有独立的人格 更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不要总把个人想法强加于她身上啦 本文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为者必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